23号凌晨1点41分 花莲近海发生了规模6.6地震 随后余震不断 今天早上8点38分 花莲跟台东同时发生了规模5.3 还有4.7的地震 最大震度是在台东县 花莲县都有四级 台北也有感 而这几天有网友发文提问 地震是上下震恐怖 还是左右摇比较可怕 有学者解答 通常传递速度较快的 是以上下震动为主的批波 但是批波能量衰减快 通常靠近镇央比较能感受到 至于S波则是水平摇晃 传递较慢 不过破坏性高 容易酿成灾害 23号凌晨 今天一阵花莲近海 发生规模6.6地震 全台有改 不少人睡梦中被摇醒 有网友发文提问 地震是上下震恐怖 还是左右摇比较可怕 地直系教授专业解答 以垂直震动为主的批波 虽然传递速度较快 但能量衰减也快 通常靠近镇央比较能感受到 至于S波则为水平摇晃 传递较慢 不过破坏性高 也容易致灾 结构物来讲 我们怕的也是S波这种 摇晃 因为它是简历 老旧房子的话 梁柱会被剪断 91地震的时候 后来有人认为 批波也会影响很厉害 但是这个来讲 应该是在镇央区 东部地牛翻身 直到24号都持续有余震发生 上午8点38分 花莲再发生规模5点3 有感地震 有专家说 前一天规模6点6的主震 是断层深布活动 但没破裂到浅层 所以非能量释放 而是累积能量的过程 它还没有真正发生 破到地表 这样一个大地震 错过到地表 那你可以想见说 沿线的建筑 是很难抵抗 这样的一个破裂 而且大地震 带来的这种地表 震动也比较大 所以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这种真正破到地表 也有学者认为 以往这地区地震 大多都集中在断层深布 虽然这回余震多 但还是属于正常能量释放 评估短期内 应该不会再有 更大规模的地震发生 民众不需太过恐慌 记者聪吼不等 整理设许 �制度 也不知道 既然 involved 闻排 无论